有人說他這次就說 欸16年了 所以就藍寶婚 就送我一條這個藍寶的項鍊這樣子 上面365顆轉 希望我天天都閃亮 但另外一個含義呢 是希望我天天都在轉 我不是假尖叫我整個暴哭 而且他不只做 他不只送我 他前面他醞釀太久了 他還做了一個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就是我們的 前面有我家人對我說的話 然後中間那是我的朋友 對我說的話 然後最後他對我說的話 就是你們就會看很感動 到下唸的時候 昨天晚上有10年嗎 昨天晚上什麼 10年 10 半天被偷走了 沒有 貼心就瘦了睡 媽媽就是想要自己的小孩 在一個平安 然後就安全的環境下長大 我們就往這方面去努力 對 大家都有 這個是Hard Lesson啦 就是真的是昂貴的一課 大家都上了一課 因為這兒少保護已經是普世加值了 那台灣做的已經很多 但是可能很多人覺得還是不夠 那看能不能是 剛好是趁這個時候 那名氣可用 然後我們再讓這個立法 再更完備再更嚴謹一點 那山豬 山豬 山豬是有知道的 有 我剛剛出門的時候 有朋友傳給我看 我也是感到很震驚 一直以來 山豬是一個很優秀的表演者 我過去看他在節目中的表現 個人是相當推崇他 那這麼年輕就過世了 其實是心中是滿滿的不捨 真的很遺憾 但也希望他就是離庫 就是脫離這些病痛的人 你好像說生病很久 對 他生病很久 一直以來身體都不好 所以呢 我們生活當中 就是經常有朋友呢 就提早登出了 但有時候你往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因為他從小到大 身體就是不好 那這個 離開以後呢 那也許下一次呢 他就患得一個更強壯的身體 對 也這樣子來 希望他能夠有這樣一個 好的一個方式 祝福 身為女性 看個人現在的處境 媽媽很堅強 為母則強 所以不擔心 自己是媽媽 我知道媽媽遇到任何困難 為了孩子 一定會想辦法很堅強 因為媽媽一定都捨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 或是 就是收他指指點點 所以我覺得擔心 因為媽媽就是很偉大 那他這次就說 已經16年了 所以就藍寶婚 就送了一條這個藍寶的項鍊 這樣子 上面365顆轉 希望我天天都閃亮 但另外一個含義呢 是希望我天天都再轉 那我很開心啊 禮物不是重點 我一直都覺得 禮物就是心意 然後 我重點是我真的很感恩 就是 現在大概是我們最好的時刻了 就是 爸爸媽媽 公公婆婆身體都很健康 小孩子很聽話 乖乖的自動自發 在讀書填鋼琴 然後我跟我老公娘跟 相愛手牽手睡覺 還可以 就是一起工作賺錢這樣子 所以這已經是個最好的時刻 我天天都感恩跟珍惜這樣 你昨天收到有假尖叫的嗎 我不是假的 我整個倒哭 而且他不只做 他不只送我 他前面 他醞釀太久了 他還設立一個沒有我的群社團 不是社團 群組 然後在裡面請大家弄照片 他還做了一個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就是我們的 前面有我家人對我說的話 然後中間就是我的朋友 對我說的話 然後最後他對我說的話 然後就是你就可能很感動 那其實可能是 這一切都是秘密的進行 因為做做這個 長達半個月的時間 都在 都在海外 然後在那個 對啊 因為他一般的時間 是不在台灣的 所以 然後在外面這麼忙碌的生活 竟然還能夠秘密運作這些事情 那來到下念的時候 昨天晚上有失眠嗎 昨天晚上什麼 失眠 白天被偷走了 對 沒有 我開心就受了睡 昨天 我昨天一定要好好靠場他的 對啊 因為他也是前兩天才回來 所以也 人機能也很多 對 也一個禮拜沒看到他 很想念他這樣子 然後看到他幫我用心拍了 做了影片 然後送了禮物 對 所以晚上一定是報警處理 對 對 昨天他新買衣服吧 好 太開心了 來 盡行盡行 對 維新婚姻的祕訣就是 真的要有送禮物跟甜蜜接觸 對 家庭一起服補配包 就是這兩件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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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